本台掌发现只要我们的影片又提及机场的话,收视会特别好 我想大家真的很喜欢看这些资讯性内容,或者大家去机场情有独钟,很喜欢去机场 因为现在我们还未可以很轻松地去旅行,做定功课绝对是大家看我们超级油的主因,对不对? 欢迎订阅我们的影片库,高铁台铁也有介绍过,巴士、包车也不断说过,甚至香港机场也说过一段时间 但是台湾桃园机场,我们竟然一次都没有说过,真是跟桃园市说道歉 出集前的,唱电话卡是便宜的 唱电话卡是便宜的 买电话卡是便宜的 他说吧 保证机场最便宜的 但是原来呢,在台北的机场,即是桃园国际机场,都有很多东西要注意的 哇 哈哈,整件事很艺术 因为台湾也有租车服务的 正常来说,哪个地方没有啊 但是因为桃园的车站呢 它搏进去接运,实际是太方便了 除非你真的一抽一样,或一家大小 所以基本上好像我们那样 两兜友,我们一定是坐接运的了 呃,还到啊 除非你出来了 除非你出来了 除非我朋友的那间阳光汽车 那边是 但是这个租车是自己驾的 跟着有两个巴士 对啊 就知道,在这里啦 一出来就什么东西都有了 但是我们去哪里呢,现在 但是我们去哪里呢 不是啊,这里叫做接运转成高铁 是往前来的 我们都不是去高铁 我们搭接运而已 不是啊,我们要搭一个站去台北啊 喂,可以拍摄这些的 叫什么啊 唱什么啊 对啊,没钱 那其实呢 只要你开通了海外的提前服务呢 那你就可以去这些 台湾银行啊 这样去拿钱啊 其实呢 因为有银,因为有银的银 有银银的表情 对啊,银银已经可以解决了很大的事情 对啊 总要告诉人家 就算假设你又在集合里面 不记得了出电话卡的话呢 就努力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就出了 基本上你所有大的电信箱都在一起 那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已经出去了 那它转左向左走就去这里了 那基本上呢 这个机场的tour已经完了了 那,最后不是又是搭高铁 搭黑又猛成成 但是我非常清楚的,是不是? 真是忘记了 原来是 忘记了用游流扣 真的忘记了 家里有很多张啊 每次来都差不多做一张 现在两个选择都要做一张 又做一张 又增添多一张 台湾都是做一张 不是因为银行 但是因为游流扣 常常都会有些很不同的设计 这个七仔特别 其实我觉得挺漂亮 所以有时候会特地买 没收 充公 找个地方放行李箱 就是这里 我们就坐旁边 靠你 地球 地球全部靠你 喂,镜头一转 我们已经由去台湾 变成离开台湾了 前几集都有提及过 我们住在桃园机场接运附近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要试试 看台湾机场的自助行李托运 这个自助行李托运出口 其实真的挺方便的 除了这个自助 其实同时间也有人手了 这里依然有人帮你去做check in 不过在这里玩 当然玩自助 这里先放行李进去 好,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传这条曲 接下来我们要传这条曲 好,接下来又出行李牌了 然后我们又可以再把空姐了 好,接下来 轻松 关门 好,影片 我给你收据 现在要看哪里的找找 这里是否会check呢 它会check 你的过机是否成功呢 其他这个的行李查询机 也可以帮我们去查到 行李是否过关呢 但大家留意 如果你不是这几间航空公司 來到沒得玩自助報道櫃桌 注意大家留意 觀眾應該會經常發現我比較累 什麼都不吃 這樣才開心 我們住的飯店正正在他們的 餘辦登機位附近 所以怎樣都會來試一試 我印象中好像不是太多的地方 是可以做這些全自助式的餘辦登機 所以大家怎樣都要來試一試 挺好玩的 不過有一點要提大家 就是它三個小時前就會接這種東西 就是說如果你想試一下自己 是否有空姐的滋味 如果你在兩點機器 你十一點前好多 不然你還是回到機場搞吧 可能因為它是連接著這個 桃園接雲的關係 就算我看地圖和它站仔細細 也有很多文化的東西放在這裏 台北車站和附近幾個圍著它的車站 東門、小南門、西門、北門 這四個站 以前是圍著城中心的城牆位置 所以有些接運站 裡面都有些歷史建築 讓大家參觀 所以大家遊覽台北的時候 不妨去這幾個站看看歷史建築 拜拜 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些燒機是清代已經有的 不是吧? 之後我馬上去翻查資料 它是1885年建立的機器局的遺跡 2006年 台北接雲重山市施工 整地的時候才被發現 裡面有石砌牆 清代石板路 漆氣局四進衙門的遺舊 2009年 成功登陸為台北市市定估跡 目前部分就展示在這裡 台北接雲北門站 所以這裡是一個非常值得來看的地方 我們昨天住在北門站 很近 現在來到台北車站 看不到